暫時停止了 再看一看 韓劇《永遠的君主》第十二集《大撒糖》 李敏昊把金高雲救出之後帶到皇宮之聲 連親兩次還沒完 第三吻清了十四秒 總共四階段升吻 讓劇迷看了臉紅心跳 說是李敏昊最性感的吻戲 也反映在收視上 從首播百分之十二點九 因為廣告置入太多 一度探底到百分之五點六 收視終於在這一集 靠著四段式升吻 鼓底回升 來到百分之八點五 李敏昊其白馬率大軍非奔贏救 被叛軍黑衣人追殺的金高雲 永遠的君主被批評 前十集節奏緩慢劇情複雜 來到十一十二集 終於開始明朗化 劇迷看劇的同時 也關心李敏昊穿搭 現在還沒過 強穿Fendi未上市的 2020秋冬男裝 又或是粉紅色的針織外套 雙排扣的奇馬正裝 每集都不同 也成了李敏昊的服裝秀 記者余盛行程進入台北 採訪報導